主席還有我們在場的委員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午安大家好 主席我是可以請多部長 請多部長 還有那個外交部的黃科長 請外交部 還有內政部移民署的趙子谷科長 移民署趙子谷科長 還有那個調查局的歐陽 敏昌專員 調查局歐陽專員 部長 你們今天提出了這個2月16號的這個開會的記錄 因為這是影本 然後呢 剛剛出來講話的這個歐陽 敏昌先生 他們好像都沒有在這上面 所以呢我們要要求原本 你們原本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們 我們已經請同仁去拿 對 我們去釀券 所以今天下班之前可以給我們嗎 可以喔 好 OK 謝謝 那我想要請教那個歐陽專門委員 您剛剛有提到嘛 就是你們有去 去中國開這個 就是中央警察大學赴大陸地區參與2016年 第11屆海峽兩岸及香港澳門景學研討會的這個會議 對不對 那您有去 因為這個部分是由這個 警政署的副署長陳家昌來賽隊 那您有參與 那您剛剛有提到是說在那個會裡面呢 就是1月23號的這個會 有碰到這個公安部的這個處長 郭彥平他有跟您抱怨是不是 您是有聽到這個還是 這當時是在就是說1月21號 在公安部副部長陳志敏 他晚宴的一個場合 那個地點是在北京的亞洲飯店 這個場合裡面因為除了台灣代表團 還有大陸公安部底下各個職能 還有中國警察協會的人員 所以場面人還蠻多的 當時我記得是 郭彥平處長跟我提起 因為我印象會深刻是因為 他一直強調 就是說在飛機起飛前20分鐘 才接到這個電話 接到什麼電話 就是說法務部的電話 法務部的電話說什麼 法務部的電話說什麼我並不清楚 因為這是他只是說提到 在飛機起飛前20分鐘才告知他們 才告知他 是告知他去帶人還是告知他 這個實際的這個說法是到底這個我不能確定 這因為這個公處長講話也很快 當時的場合還有一個他大陸的用語或是說跟我們理解也可能不一樣 我想是不是說所謂的遣返或是另外一個名字 這要就是說他當時跟法務部是怎麼去聯繫的 我只是轉述他當時的一個這個說法 所以就是依照你的了解就是說在1月21號的時候 那你有聽到這個就是中國的這個公安部的 他們提到就是在這個飛機起飛前20分鐘 法務部才打電話叫他們去帶人 就是大概是這個意思的是不是 是 好 那所以呢在 怎麼樣 因為其實繼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事法付出協議 那個這個兩岸的事情 這在法務部他其實也是可以來進行溝通聯繫 在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當時我們也在這個當天 就是14號的下午 其實我們也有跟大陸公安部港澳台辦公處長那邊 提出要求請求他們提供資料 你說在1月14的時候 對1月14號 有要求中國公安部那邊要提出資料出來 因為人要送回來台灣嘛 所以人捐應該要回來嘛 是 所以後來他們捐證有回來嘛對不對 沒有到現在都沒有 你說菲律賓的那個案子到現在捐證都沒有回來 沒有 公安部都沒有送回來 公安部到現在都沒有送回來 OK 好 那所以呢 因為這樣的情況 因此提就這件事情 因為在根據這個所謂的摘要 發言的摘要裡面 有提到說 以過年104年前在菲律賓發生的案子為例 第一線的法務秘書遇到的困擾是 有時候國內各機關意見不同 那希望經過討論以後未來能有一致的依據 那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所謂的法務部調查局的 是不是是您的發言還是 這個當時是我們這個底副處長的發言 底副處長就林林蘭 不是 國際事務處當天開會是國際事務處 底副處長在現場 底副處長 林林蘭蘭是副局長 這個會議記錄上面寫的本部調查局 這上面都沒有他 好 那請一下那個 來的副處長 是 那天您這個2月16號的會議 您有在場嗎 是不是 是的 是 您有在場 所以呢 這個法務部 就是這個會議記錄上面寫的 本部調查局講的是說 就是說國內的各個機關意見不同 您這所指的是什麼 就是以104年菲律賓所發生的案子為例 您在這個所講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這個記錄有點簡略 是 這是當時的主席 這個陳文奇 陳市長陳主席 他問到說 法務部你們有什麼調查局有什麼困擾 我回答的是說 我們調查局站在 法務局站在第一線 我們最大的困擾 就是國內的外交部與法務部 意見不一致的時候 我們不知所措 希望今天的會議有所措一些 好 那您所謂的 外交部跟法務部的意見不一致是什麼意思 是外交部希望說以政治的考量 因此管轄前在台灣 然後法務部呢意思是說 要以屬地主義跟便利主義 便利法庭的這個原則 所以呢 應該要由中國去審理 是這個意思嗎 不然你所謂的兩個意見不一致 是指什麼意思 法務部的意見呢 他是以屬地 只是受害人所在地 他認為說大陸是 我個人認為說 法務部認為大陸是應該有管轄權的 但是這個外交部及陸委會 他們認為說這個 因為憲法所規定的 我們法律是集於大陸 所以我們台灣有絕對的審判決 必須要把人的錢審送回台灣 所以這上面來講的話 可能有意見上有所不宜止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外交部還有陸委會 這邊的意思都非常 因為在這個記錄上面都寫得很清楚 因為陸委會也是講說 國際人犯的引渡涉及主權的象徵 如果涉及陸方的因素 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第75條 我國有管轄權 因此陸委會的立場 還是優先將國人交涉回來 受司法調查及審判 那所以呢這樣的一個做法 也符合目前司法實務 所以依照這個會議紀錄裡面寫得很清楚 就是陸委會的立場非常清楚 依照這個國際人犯的引渡的 這個部分這是主權的象徵 所以不管怎麼樣 就是要引渡回來台灣 那外交部的立場也很清楚 就是說如果說這個國人 在大陸地區犯罪跑到第三國 那外交部最不希望發生的 就是該人具有我國的國籍 當第三國遞解回原屬國的時候 該人的原屬國被認為是中國大陸 因此外交部處理是 這類案件基本上是先做政治的考量 所以要先把人帶回來以後 帶回來處理 所以外交部跟陸委會的立場都很清楚 就是屬人 就是我們必須要把人 因為是國民管轄的這個原則 所以應該要把人送回來 那您說外交部 國防部外交部跟這個所謂的 這個法務部的意見不一致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因為法務部那邊一直認為 依照屬地主義 還有依照所謂的法庭便利的原則 只要受害者在中國 所以就應該把人送到中國去審判 您的意思是這樣嗎 還是說您認為因為有這樣的聲音出來 所以你們覺得讓第一線的人無所適從 到底要把人去搶救回來 還是要把人送到中國去 所以搞不清楚 因此希望在會議裡面 把它弄成一個通案 沒有 我們先副處長講清楚 就是說你們會在那會提出來嗎 因為第一個 就是我們沒有拿到完整的紀錄 所以我們也希望是說 法務部能夠把當天的完整紀錄給我們 那如果有錄音的話 我們希望把你們整個完整的錄音帶給我們 那現在就是說我們根據這樣的一個 不完整的會議紀錄 我們只能夠去就是所謂的問清楚 我們把事實弄清楚 那這個事實就是您剛剛講的 因為各個機關意見不同 那現在各個機關的意見就是說 外交部跟陸委會的意見是一致的 那跟另外一個機關不一樣 那就是法務部 那為什麼會跟法務部的意見不一樣 那法務部的意見是怎麼樣 你是不是可以再說清楚一下 才會造成裡面第一線的困擾 我們先問副處長 我們先副處長講清楚 您先講清楚 您依照您的意思講 不用擔心部長講什麼 部長等一下會有他回答的機會 我想這個逢信嫌犯 遣返是由法務秘書跟移民秘書 兩個遣返的 那外交部的這個 林大使他是堅持要把他遣返 那很可能在遣返之前 國內有些 有些這個意見的不一致 所以導致我們第一線 這個在機場的時候 有所耽誤 到最後來講話 還是把他帶上飛機 把他帶回來 我們當天2月16號所開的會議 也就是法務部出來主導這個會議 就希望說國內所有的意見 能夠一致 所以那時候 您所謂在飛機上 飛機場 有所耽誤 就是等於是說 20分鐘之前 有人打電話 到中國的這個公安去 您不曉得 不是報告委員 這一點我知道 因為當時他們請教 請檢方提供 等一下我請問部長 當天的會議 你有在場嗎 沒有 但是1月的事我知道 因為當時他們問檢察官說 可不可以開G票或什麼 讓我們的人可以在那邊 就押人帶回來 那檢察官是說 因為他在國內沒有案件 所以你不能夠押人 所以這一點意見 有點不一樣 因為外交部 他們是希望人帶回來辦案 可是因為國內沒有案 所以檢察官是還特別提醒他們 你不能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因為我們沒有發G票 沒有發這些任何可以限制 他行動自由的一些 這些裁定或命令 所以這個意見上面 是跟外交部第一時間 跟他們期待的不一樣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說 檢察官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些人的 受害人都在中國 然後沒有罪證 所以你把他送回來也沒用 所以最好把他送到中國去 不是 我們是希望時間暫緩 等著能夠見證回來的時候 再一起過來 這我們始終都是這樣 連這個會議紀錄也很清楚 是在管轄靜和的情況之下 要如何處理 並不是說我們就認為 一定是屬地優先 我們也從來沒有說屬地優先 是管轄靜和的情況 如何最妥適的處理 我們一直是這樣一個態度 沒有錯 當然就是管轄靜和 因為被害者在中國 所以當然中國有管轄權 就是中華民國人民 我們台灣當然也有管轄權 所以當然發生管轄的禁和 所以妥適的處理 可能就是說 人先暫緩押回任何一個地方 然後談到捐證能夠取得之後 我們再捐證跟人一起回來 OK 但是在你們整個會議紀錄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 人跟捐證一致喔 對不對 人要先把他放在原來的那個國家 也沒有說要先把他送到中國去嘛 對不對 如果說你依照剛剛部長所講的 因為人捐要一起 所以呢現在捐沒有 所以都忍等一下晚一點先不要送回來 先把他放在他們的那邊的居留所 對不對 等到你捐證一起的時候再一起送回來 可是在整個會議紀錄裡面 一個字都沒有提到這個喔 我們這邊講 即時通報法務不及相關機會 然後後面說 要大家討論第15點 如果應該遣返國內 由外交部跟外國交司 安排後續的因素 及涉及鳥海因素 要施法附助協購辦理 這個就是指說要取得捐證 所以並沒有說一定不要帶回來 事實上我們是希望帶回來 還可以繼續有效處理 那你看看你的第四點呢 通案原則 這本來國際間都應該要尊重通案原則啊 等等他只是說屬地原則 最便利法庭原則等 都只是舉例啊 那你為什麼沒有那個屬人原則 國民管轄原則呢 等的話也包括在裡面 因為這個所謂屬人的原則 我想在國際的案件裡面 所謂的國民管轄的 國民的這個國籍的管轄原則 這是最優先的 這個也就是法務部跟外交部 一直在堅持的 然後這個部分也就是為什麼 他們第一線的人會覺得困擾 也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國家的主權最重要 所以在世界各國裡面 遇到這種國際的管轄的案件 一定先主張這是我的國民 所以你應該請送回來 那至於說屬地主義 或是這個法庭便利的這個原則 那是我們透過所謂的共打協議 再看看說我們這邊 到底是不是要共同辦理 還是要這個捐贈共享還是怎麼樣 我想這個在我們的 這兩岸的這共打協議裡面 也寫得很清楚喔 我們的這共打協議裡面也是一樣 對不對 雙方同意基於人道護衛的原則 在請求方 其受刑事制裁確定人 均同意以交的情形之下 接反受刑人 這個第四款 雙方同意交換涉及犯罪有關的情資 協助棄捕遣返刑事犯與刑事嫌疑犯 並必要使合作協查偵辦 所以事實上各國都是說 第一個是我的國民 所以依照所謂的國民管轄的原則 第一個一定是先反制造自己的國家 沒有這樣 然後再依照這所謂的共打協議裡面 看看我們到底是要怎麼樣去合作協查 怎麼樣去作農偵辦 怎麼樣去提供相關的情資 怎麼樣去協助的這個 棄捕遣返等等這些事件啊 因為有一個說法 我們監獄就不可能 關了五百多個外國人跟大陸人 所以部長你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監獄關不下這些人 所以最好都送到中國去 而且他們能夠立刻的救法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呢 我想一個非常的清楚 剛剛2月16號 就是因為你們讓第一線的人 感覺到說非常的困擾 一方面外交部跟這個所謂的陸委會 在救人 在這不是救人 就是說要把我們依照我們國家的主權 要把人送回來 結果法務部 因為我們國內的第一個沒有捐證 所以我們沒辦法 我們只能放人 第二個我們監獄關不下 所以呢 我們依照屬地的原則 這是部長你剛剛講的喔 我是重複你的意見 不是不是不是 我講的意思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你剛剛不是講嗎 對不對 我們的監獄五百個人 我們監獄關不下啊 對不對 所以最好把他送到中國去啊 委員我剛剛講的是說 如果以屬人主義原則的話 我們就不應該去管轄外國人 跟大陸人 是不是 我們所謂的屬人的原則是指說 他是中華民國的人民 他犯罪 就應該回到我們的司法管轄權 讓我們的審判權來管理 然後至於裡面的證證 這裡面要不要請這些所謂的受害國 他們的人要不要他們一起來 或是我們透過所謂的跨領域的這種視訊 對不對 提供這些的證據 這才是一個國家 你今天一直從頭到尾 你知道我們立法委員在生氣什麼 我們在生氣你根本不知道 你到底是中華民國的法務部長 還是中國的法務部長 不要這樣我污衊我 絕無是污衊你 是污衊我 對不起 這個游委員各位請回喔 這個游委員我 我能不能用一點時間跟你說明發生什麼事情好不好 這個根據法務部的這個給我們的這個 他們的這個會開會的會議通知 跟這個短短的兩頁的會議紀錄啊 狀況是這樣啦 就是因為1月發生這個馮某人啊 在菲律賓的這個爭議 所以法務部在2月就開了這個會 那1月發生什麼爭議呢 外交部堅持要把人帶回來 但是法務部覺得不應該這樣就把人帶回來 那是這個 就調查局說的在現場發生的爭議 我這樣講沒有錯吧 如果有錯喔 因為我不是在質詢啊 有錯馬上糾正我喔 在座位上就跟我講糾正我 所以在這邊發生爭議了 外交部要把人馬上帶回來 那所以那個時候為什麼會發生 剛才黃國昌委員質詢的說引述 大陸這個這個馮處長 是不是這樣 是請說